這宗嚇人的案件是在西貢吊中洲附近的海域別揭發 幾名潛水人士在海藏發現了一個麻包袋 打開一看,竟然發現裏面有一句全裸女絲 根據線報,女死者生前發現同事虧空公款 更加試過被人恐嚇 而在失蹤當日,她打算拿文件回公司 誰知人間蒸發 但為何當日會沒有目擊者呢? 因為案發當日是假期 警方推斷兇手襯公司沒有人 打算回去銷毀她規空公款的證據 誰知被女事主撞破 於是殺人滅口 最後令她絲綢大害 我們的節目叫誓者代言人 就是想透過不同的案件、不同的主題 探討法醫怎樣利用他們的專業知識 幫助受害人、發聲和協助破案 要講到這麼專業的領域 當然不少得專業人士助陣 今天我們很高興請到香港大學醫學院首席臨床講師 馬孫立法醫 大家好 馬醫生很多年發醫的經驗 遇過這麼多案件 今天我們要講這宗西貢沉屍案 是令你印象很深刻的 是 為甚麼呢? 因為是我處理的 哦 即是下手下腳 是 我想知道其他所謂你接觸 但未必是你處理的案件 會是怎樣的呢? 有些是律師找我寫意見 有些是幫忙看一些年輕的同事做 哦 所以這個真的是下手下腳 因為當年我還是很年輕的 馬醫生 當時你看到案中的死者 第一印象是怎樣的? 當時我已經是在暖房 因為收到他們找到這樣的屍體 即時我們那天已經決定 說我們會在晚上 已經會做個解剖 原因是純粹擔心 遺體會變得很快 你說這樣的屍體是怎樣的? 你可否形容一下那個 因為我們收到的消息 就找到遺體在海中 就是被潛水的人員看到的 相信都在那裡一段時間了 所以擔心就一流起來 然後遺體會變得很快 它是沉屍岸 它是沉在水中 因為是找了一些寵物 綁在袋裡 所以遺體浮不起 當時遺體是你? 在我所知 因為我不在現場 類似麻包袋裡 潛水人員覺得奇怪的是 麻包袋口裡的頭髮飄一下 我才有一個頭髮飄出來 因為剛剛的頭是那個位置 那你打開後 就要搜證 是否要脫掉身上的衣服 才可以解剖呢? 當時的遺體是赤裸的 所以就沒有衣服 赤裸的? 為甚麼呢? 是那時候兇手 有甚麼想毀滅證據 或是怎樣 強姦過它 所以才會… 如果我… 我不知道 我第一眼覺得赤裸 我就會覺得 他死前被人性侵 但又會馬上推翻這個想法 性侵也不一定要赤裸的 對嗎? 甚至乎可能多數不是 所以赤裸是否想燒掉衣服 讓你難得找到它 還是怎樣 我有想過 因為平時看電影 你為甚麼會發現 會有屍體那些 是因為有些鞋子 或者有些底褲 這樣飄過 在衣服裏面 他便脫掉他的衣服 這樣便會勉強 有些衣服飄過的這個狀況 你那種電影 我就未看過 真的嗎? 有條底褲飄過 附近有人死了 我真的未看過 不是嗎? 但又有可能 遺屍滅跡 Rachel你很厲害 你讀過犯罪心理學 你又怎樣看 一個兇手會脫掉死者的衣服 其實剛才你說的可能性都有 第一可能她想遺屍滅跡 因為很多時候 你可能發醫或者醫生警察去取證 第一時間都會確認死者的身份 其實她身上沒有任何衣物 其實就增加了一個難度 其二可能是你剛才有機會性侵 但很多時候性侵案 可能她們只會脫一半 我剛才覺得 是的 有很多個案 我以前聽過 可能上半身是有的 我覺得這一類有機會 是屬於一些 發洩自己心中的怨行 而去殺人 所以在她殺完人之後 有機會去脫掉衣服 是直以去侮辱被害者的 所以其實在這個情況下 這個兇手有機會 是跟死者有過節 殺完她也覺得 未至於可以 輸解到自己心中的仇恨 再去脫掉衣服 再用一些比較兇殘的手法 尋屍大海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在一起嗎 鑼蝦 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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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情況是不是這樣 是 但我們現在又說解剖能 因為剛才聽到馬醫生說 要快點去 是 遺體會變 變 對 那怎樣變 解剖過程是怎樣 任何屍體死了之後 腸臟會有細菌 細菌會越來越多 因為你死了 在水裡 要記住 水裡的氧氣不足夠 雖然它也會發酵 但發酵的程度會慢 如果水冷 更加慢 當你流起來 放在綠地 又開始 對 溫度高 氧氣多了 馬上發酵得很快 變成如果我們那晚不做解剖 留到明天才做解剖 我相信一個遺體會漲起 甚至會變黑 我們會冷卻 但也會變 黑了就更加困難 更加困難 看看身上有沒有傷 其實法醫 我有一個遺體 在這裡 我是首要想找到 她的死因 還是我想搞清楚 她的身份 還是怎樣 幾件事 你首先做解剖之前 當然要記錄 要形相 她身上有什麼特徵 有什麼傷痕 然後這些東西 是幫你可以辨認 譬如有蠟 有紋身 警方也可以問 一些失蹤人士的家屬 她有什麼特徵 看看會不會是 這個重要的 因為你一解剖 你知道一落刀就變了 第二就是外表 有沒有什麼傷 明顯的傷 找了傷口 一定 但所有這些東西 都量起來 才會落刀 開看內臟 不是檢查外殼的頭 手、腳趾 不是 眼望的時候 已經看到了 然後落刀就看內臟 看完內臟 開頭殼 再看路 最後 需不需要留起什麼標本 需不需要拿什麼去更加化炎 顯微鏡底下做也好 送給毒理去做也好 阿醫生 那時候你解剖一個浸過水的屍體 是否難度會比普通屍體高很多 其實解剖的浸過水屍體 難度不是高 不過你是擔心如果它變得很快 就變成你解剖一個腐屍 所以難度就會高了 那當時在海裡找到你的遺體 它腐爛到什麼程度 當時不是太差 因為雖然後來我們知道它應該失蹤了兩三個星期 不過它浮了在海中 即是沒有浮到面 海中相信的溫度有十多度 所以保存得很好 第一眼望的時候沒有變黑 但這個是後來才知道 這個是失蹤了兩三個星期的人 但我們會不會說 譬如浸了的一個遺體 我們就會一看 即是你不是我 你會看到大約是浸多久 這個不行 在這樣的情況下就不會 如果你說平時浮起了 被人發現浮在海面 那些就可以猜到 因為它已經變了 你已經看到已經變黑了 漲了兩天三天四天 但水溫會不會影響多 你去判斷浸了多久 死了多久 水溫會影響 如果正常的話 就會影響遺體幾時浮漲 但就不會影響多 你去判斷它死的時間 不會的 因為在浸死的遺體 我們平時量體溫來估計 死亡時間就做不到